人称漫威之父的美国著名漫画家史丹里 星期一与世长辞享年95岁 消息传开后 粉丝们万分难过 不约而同到好莱坞星光大道献花 悼念这位传奇人物 感谢他为世人编制不少英雄梦 美国漫画界元老级人物史丹里的官方推特 星期凌晨上传一张黑白图片 上面写着他生前最爱 越意超越更强的单字 Excelsior 以及1922年到2018年的字眼 原来是漫威系列作者史丹里 已经在西达塞奈医疗中心辞世 享年95岁 史丹里的女儿证实父亲离世 但并没有透露确切死因 据了解史丹里这几年的健康状况欠佳 今年初因为呼吸困难和心律不正 一度紧急入院 对漫威漫画略懂一二的人都知道 蜘蛛侠 美国队长 复仇者联盟等漫画 陆续被改编成电影 票房大卖 而这些全都是一位史丹里 当年的内奋坚持 当我 first wanted to do Spider-Man I told my publisher about it and I said I want to do this guy called Spider-Man he's a teenager he's got a million problems everything goes wrong my publisher said Stan you've lost it he said first of all nobody likes spiders you can't call a hero Spider-Man secondly a teenager can't be a hero he can only be a sidekick and lastly he said you say he's got all kind of problems don't you understand Stan he's a hero heroes don't have problems that's why they're heroes 制作人否认了史丹里的想法 认为这是天方夜谭 但也因为这份坚持 蜘蛛侠如今成了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漫威之父离世 粉丝们都感到万分不舍 有人还特地打扮成英雄人物 到好莱坞星光大道献花之意 许多艺人因为饰演超级英雄角色 一息成名 如今巨星陨落 大家都向这一位漫画界传奇人物致敬 但是此刻开始 永远烙印在每个人心底深处的 就是史丹里带给我们的那个英雄梦 对这些人